三澳門大力約進高速3G時代 三澳門突約天氣報告 Hello,歡迎收看由三澳門突約的天氣報告 現在由我Regina和大家討論今天9月27日的天氣 今天天氣炎熱,大致天晴,下午初時會有煙霞 相對濕度是介乎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八之間 而氣溫是介乎攝氏二十六至三十二度 吹和換至清新的東北偏北風及有震風 今天的空氣質量指數是介乎三十一至八十九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至普通 預測一下明天的空氣質量指數 路邊監測站和公密度住宅區是四十至八十五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普通 而一般性監測站是六十五至八十五 可以周恩水平屬於普通 Bobby說明天間中會有驟雨及可能有雷暴 接著一起看看衛星雲圖 預料籠罩住中國的一個反氣旋 連同位於中國南海的熱帶氣旋 海撒拿,將會影響本澳的天氣 接著一起看看未來幾天的天氣 預測明天天氣大至多雲 間中會有驟雨 雨勢有時頗大及可能有雷暴 氣溫是隔符涉市二十五至三十度 吹和緩至清新有時清靜的北至東北風及有震風 而星期二是多雲有驟雨 雨勢有時頗大及可能有雷暴 氣溫是隔符涉市二十四至二十七度 星期三和星期四都是多雲 間中會有驟雨 氣溫是隔符涉市二十五至二十九度 接著看看中國各大城市的天氣 北京天情十五至二十七度 上海有驟雨二十三至二十七度 海邊有驟雨二十七至三十一度 廈門多雲二十六至三十二度 而廣州是天情二十七至三十五度 接著看看亞洲各大城市方面 首爾多雲十九至二十四度 東京多雲十九至二十五度 馬尼拉有雨二十五至三十度 馬高有雷暴二十五至三十二度 新加坡有雷暴二十五至三十二度 而雅加大有霧二十四至三十三度 接著再看看歐美國大城市的天氣預測 好了,今天的天氣預報告完畢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